以家人之名口碑下降后,又一青春剧开播,刚播四天就成爆款了。 在最新的剧情里,大家却发现,说好的三位主角的亲情感情线,却慢慢变成了爱情线,而且还是两位男主和一位女主的感情线。 这样的话剧情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了,大家不想看到这样的剧情,所以以家人之名在网上的口碑一路下跌的飞快,目前只有掉下8分,只有7.8分了。 随着剧情的继续播出,可能还会更低。 而随着另外一部万众期待的青春剧开播,很多观众都开始追另外一部青春剧了。 这部剧叫做《我的奇怪朋友》,讲述的天才少年魏一诚是一位有超能力的少年。 在获得超能力之后,他渐渐接触到了和他一样有不同超能力的队友,众人联手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。 在经历坎坷后不断成长,最终获得蜕变,实现了自我价值的青春故事。 所以从阵容上看,《我的奇怪朋友》虽然很多演员都是经验不多的新人,但角色确实演得很不错了。 加上好看的剧情,《走红尘》爆款并不意外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